其他焦點新聞來關心 嘉義知名KTV爆發兩派人馬互毆 今天凌晨 雙方人馬當時都喝了酒 到KTV的櫃台準備要開包廂 沒有想到雙方對上眼之後 互看不順眼 突然爆發殆打 其中一名男子還被打倒在地 甚至被對方拿槍托 重擊頭部造成撕裂傷 誇張的畫面 也被目擊民眾拍了下來 一群年輕男子把黑衣男 逼到牆邊對他狂K夢毆 男子跌倒在地後 這群人變本加厲 不只對他拳打腳踢 甚至有人持槍 用槍托狂毆男子頭部 男子雙手互投 目擊民眾見狀 簡直嚇壞了 完全不敢靠近 趕緊報警 被害男子頭部遭到重擊 造成嚴重撕裂傷 被緊急送醫救治 目前還在醫院觀察中 施法24號清晨5點多 互不認識的雙方 來到嘉義這間KTV 要開包廂唱歌 只是雙方都喝了酒 彼此對上眼後 互看不順眼 爆發口角衝突 最後演變成群毆事件 警方擴報趕到 將一型人逮捕 尋現追查周姓犯嫌等六人到案 並查扣空氣槍一把 經查雙方吸音九毆 互看不順眼 引發鬥毆情勢 招逮的一群人 有人有毒品 妨害秩序等千科 甚至還有未成年 全被依傷害恐嚇 跟妨害秩序等罪 移送法辦 記者嘉義綜合報導